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 在台湾如何发展与行销生态旅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确立生态旅游资源与优势 台湾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包括山地、森林、湿地、海岸线和多样的生物多样性 确立并推广这些资源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基础 自然景观 如阿里山、泰鲁格国家公园、阳明山国家公园等 野生动植物如台湾黑熊、蓝富贤、梅花露等 海洋资源如墾丁国家公园、蓝宇和绿岛等 二、推广与教育 提高大众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教育活动和宣传来提升生态旅游的知名度 社交媒体和网络营销 利用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分享美丽景点和旅游故事 教育计划 在学校和社区中推行环保和生态旅游教育 三、政府支持与政策 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 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 法规与标准 制定生态旅游的标准和规范 确保可持续发展 资金与补助 提供资金支持给相关企业和社区 促进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四、当地社区参与 鼓励当地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 提升他们的收入和生活质量 并确保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 社区合作 与当地居民合作 发展小型生态旅游企业 如民宿、导览服务等 利益分享 确保生态旅游收益 能够回馈给当地社区 五、创新与多样化产品 开发多样化的生态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旅客的需求 特别旅游活动 如生态导览、鸟类观察、海洋活动、潜水、浮潜等 绿色住宿 提供环保民宿和酒店 推广绿色旅游理念 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与国际生态旅游组织、环保团体和旅游公司合作 共同推动生态旅游发展 国际合作 参加国际旅游展览和会议 推广台湾生态旅游 跨界合作 与航空公司、旅行社合作 提供生态旅游套餐和优惠 七、数据分析与监控 利用数据分析和监控技术 了解旅客需求和行为 进行市场分析和策略调整 旅客反馈 收集并分析旅客的反馈 改进服务和体验 环境监测 定期监测生态旅游对环境的影响 确保可持续发展 结论 台湾发展与行销生态旅游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包括政府政策支持 社区参与、创新产品开发 以及国际合作等 通过这些措施 不仅能够推动台湾旅游业的发展 还能够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八、品牌塑造与故事讲述 建立和推广台湾生态旅游的品牌形象 并通过讲述动人的故事来吸引旅客 品牌形象 创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生态旅游品牌名称和标识 强调台湾的独特生态资源和文化 故事讲述 通过多媒体形式 如影片 纪录片、文章等讲述台湾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故事 以及当地社区和自然保护的努力 九、持续改进与创新 不断改进和创新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 以保持市场竞争力和吸引力 技术应用 使用新技术来提升旅游体验 如VR导览、智能导游应用等 客制化服务 根据旅客的需求和偏好 提供个性化的旅游体验和形成安排 十、可持续发展目标 将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结合 促进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 推行低碳旅游 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自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 社会责任 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促进性别平等 教育和健康等社会目标 十一、市场细分与定位 针对不同市场群体进行精准定位 提供针对性的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 国内市场针对本地旅客 强调短途周末游和家庭旅游 国际市场针对国际旅客 特别是环保意识强的群体 如欧洲、美国、日本等地旅客 十二、成功案例分析 学习和借鉴国际成功的生态旅游案例 应用于台湾的生态旅游发展 学习标杆 如哥斯大黎加、纽西兰等国家的生态旅游发展经验 本地应用 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 适当改良并应用成功经验 十三、增强基础设施 改善和提升生态旅游的基础设施 以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 交通设施 改善道路、交通标识和公共交通系统 住宿设施 提供更多的绿色和生态友好型住宿选择 十四、监测与评估 建立生态旅游的监测和评估系统 以持续改进和提升旅游品质 环境影响评估 定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确保旅游活动不对自然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顾客满意度调查 收集旅客反馈 分析和改进旅游服务和产品 十五、宣传与推广活动 进行多渠道的宣传和推广活动 以吸引更多的旅客参与生态旅游 旅游展览和博览会 参加国内外旅游展览 推广台湾的生态旅游 媒体合作 与媒体合作 进行专题报道和广告宣传 通过综合运用以上策略 台湾可以有效发展和行销生态旅游 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 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并保护自然环境 和提升当地社区的经济和生活质量 十六、培训与人才发展 提升生态旅游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水平 以提供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专业培训 为导游、旅游经理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生态旅游专业培训 包括生态保护知识、环境教育、紧急救护等 技能提升 鼓励从业人员参加国内外研讨会和交流活动 提升专业知识和技能 十七、建立网络与社区互动 利用数字平台和社区活动促进生态旅游的发展与宣传 数字平台 建立专门的生态旅游网站和应用程序 提供信息、预定和互动功能 社区活动 举办生态旅游相关的社区活动 如环保讲座、自然教育营地等 增强社区参与感和认同感 十八、合作开发跨域生态旅游 结合临近地区和国家的旅游资源 开发跨域生态旅游路线和产品 跨境合作 与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合作 开发联合生态旅游路线 吸引国际旅客 区域联动 结合台湾各地的生态资源 设计一系列连续的生态旅游产品 如全台湾生态环游等 十九、环保认证与奖励机制 推动环保认证和奖励机制 提升生态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环保认证 为生态旅游企业设立环保认证制度 确保其运营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 奖励机制 设立生态旅游奖项 表彰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旅游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个人 二十、数据驱动的决策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分析旅客行为和市场趋势 进行科学决策 数据收集 通过问卷调查、网站分析和社交媒体数据收集 了解旅客需求和偏好 智能分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市场预测和产品优化 提升旅游体验和满意度 二十一、文化融合与体验 将台湾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相结合 提供深度文化体验 文化导览 结合当地历史文化 提供文化导览服务 如原住民文化体验、传统手工艺展示等 文化活动 举办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文化活动 如自然摄影展、文化节庆等丰富旅游内容 二十二、宣传影片与纪录片 制作高品质的宣传影片和纪录片 向国内外观众展示台湾的生态美景和旅游资源 宣传影片、制作短片和广告 展示台湾的生态旅游亮面 吸引潜在旅客 纪录片 与专业制片团队合作 拍摄反映台湾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纪录片 在国际影展和电视平台播放 二十三、可持续旅游奖励计划 设计并推行可持续旅游奖励计划 鼓励旅客采取环保行动 积分计划 设立旅游积分系统 旅客可以通过参与环保活动 选择绿色交通等方式获得积分 积分可以兑换折扣和奖品 旅游护照 发行生态旅游护照 记录旅客的绿色旅游足迹 达到一定标准可获得认证和奖励 二十四、国际市场推广 针对国际市场制定专门的推广策略 吸引更多海外旅客 国际展览 参加国际旅游展览 推广台湾生态旅游资源和产品 多语言推广 制作多语言宣传材料 确保不同语言背景的旅客 都能了解台湾的生态旅游信息 二十五、研发与创新 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 进行生态旅游相关的研发 提升产品创新能力 科研合作 与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 进行生态保护和可持续旅游的研究 技术创新 支持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 如智能导游系统 环保旅游设备等 总结来说 台湾发展与行销生态旅游 需要综合考量资源优势 教育宣传 政策支持 社区参与 创新产品 合作伙伴关系 数据分析和持续改进等多方面因素 通过全方位的努力 台湾可以建立起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旅游品牌 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 有些事现在不做 以后也不会做了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4年6月1日记录